互動 互動其實是教學的一種藝術 從互動中吸引學生的鼓勵和關懷 是推動學生用心向學的一股力量 我的教育理念是從互動中結構情的學習 所謂情是指學生喜愛學習的情操 當學生愛想學習 學習就自然能夠水到渠成時半而功倍 但問題就是怎樣令到學生愛想學習呢 我認為互動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互動是指師生互相的交流和溝通 在交流和溝通的情況下 令到我們的學生無論在認知和智慧都得以提升 我反思自己的教學 分析自己互動的課堂 而得出一個class的模式 Q其實是代表questions 題問 題問是課堂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因為題問可以令到學生增加他們的專注力 以及能夠啟發他們的思維 那究竟怎樣可以啟發他們的思維呢 在我課堂裏面我們有一個主題的題問 是回應教學的目標 然後根據學生對答裏面 然後再加以追問 另外題問也有另一個好處 這個好處就是令到導師知道 他學了的已有知識是什麼 從而過度去新知識 就有所謂的you union 連結 當導師知道學生的已有知識是什麼 就可以幫他重建新的知識 第三個就是enhancement enhancement就是強化 如果他們有些東西要結構新知識的時候 我就會不妨去運用一些新的理論 事例 又或者是課程的新文件 跟他們說 所以enhancement 其實對學生的學習 尤其是結構新的知識 有一定的幫助 但有一點值得提提 或者是我少少的經驗和分享 如果導師有相關的研究 或者是著作的話 學生的投入感會更加大 而s就代表stimination stimination stimination 其實就是指去多些鼓勵學生 關顧學生 從他們的對答中 去結構一些新的知識 對他們的一些鼓勵 從而是增加他們的自信能力 最後就是task task就是 通常在課堂的後半節 有了理論 我們就給他機會實踐 在實踐的機會 通常我們會做工作方 或者是教學的設計 但我自己就喜歡他們用圖畫 去表達他們所說 今日所學到的是什麼 例如說回第一堂的 中國語文教學法一 例如這一張這朵花 和他們構思出來的圖畫 就是他們學完之後 經過他們想出來 而畫出來的東西 對於導師來說 就更加了解他們 是否真的能夠鞏固所學 互動其實是教學的一種藝術 我期望我們的準老師 能夠善用這種互動的元素 令到他們的學生都愛上閱讀